真的会被果果们真诚的爱感动到 谁懂 诚意出道13年 从初初茅庐到实力派顶流的韩金亮 每一次看到诚意评演技大杀四方 真的会忍不住感叹 作品永远都是演员在圈内最大的底气 而如今随着影视作品三年三报 在商务代言领域一齐绝尘 即便爆火也仍然会和果果们真诚以待 将所有美好品质全集中在身上的诚意 借用赵丽颖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之前的都是铺垫 精彩的才刚开始 恭喜诚意 再次有请诚意来到舞台下领取荣誉 最初本是带着一腔热血进入演艺圈 却因背后没有资本 没有公司支持 只能够在各个剧组中跑萌套 哪怕上了节目为其他人关系友好 演技也得到了导师们的肯定 也仍然会以某导演说的 长相不行 建议退出娱乐圈 留见阴影 好不容易凭借琉璃爆火在观众面前 还因为参加云歌会没有选择炒CP 被对方恶意营销遭到八个月的网爆 导致在镜头前下意识的选择不说话 默默在当一个舞台上的背景板 但幸好是金子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诚意这十三年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从小配角一部剧一部剧的发展到 S家武侠大男主大暴剧扛剧声的地位 从之前的没有商务代言 到商务口碑齐飞声量销量双顶 从零杂志到现在的一个月两本五大 都在标志着诚意依然成为实力流量双顶 国民度口碑热度齐飞 演艺圈中得意双心的艺术家了 直到看到诚意在赴山海的拍摄时长汇总 才懂诚意被夸完美演技的背后 是他以命为代价换来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 少抱怨多做事准没做 做就做了不做就不做做就做到最好 诚意赴山海拍摄135片 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 最长工作时长高达近19小时 最早凌晨5点半上班最晚凌晨4点下班 即使面对高达40度的天气 也依旧穿着厚重的戏服 投身超过12小时的紧密工作中 在片场诚意剧本从不离手 当别人在玩手机玩社交媒体的时候 诚意在感受天 感受地 感受风 感受人 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剧本和角色中 演艺之路并不好走 但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诚意依旧能保持活力 但凡将诚意的活力分我一半 我的怨气也不至于养活血渐鲜 而正是因为诚意对演艺事业的无尽热爱 创造出一步又一步的爆款 当初莲花楼在面对打压和防暴的状态下 排除万难成为当时大爆款并大保时的月 且播出一年多依旧在榜热度不减 榜单上能与之抗衡的只有风吹半霞 随后更是拿下中国最高奖项金铜奖中 莲花楼最具口碑原创剧集奖 以及莲花楼最具商业价值赢奖 其常委效应也带动了无数周边产业 出道13年 他真的做到了踏踏实实演戏老老实实作用 谁能拒绝一个敬业又有实力的诚意呢 其实我刚刚入行的时候也是140多斤 其实算演员这个行业来中算胖的 因为那时候还有babyface 燕尔肥 那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导演还有经纪人识别人 肯定会说你这伤心不好看 太胖了 不行 那么就是比如说减肥 合理饮食 还有正常的生活规律 我觉得真的是坚持 因为他减肥保持一个很好的身材 他绝对不是三天一个星期一个月 他就让你的身材变得很好了 那么我也坚持了很多年 所以就是说我自己的一套身材的管理方法 就是早上起来多吃一点 中午的时候也可以多吃一点 晚饭的时候就尽量就吃点水果和吃点蔬菜 那么相对比较会吃得比较清淡一点 那比如说要吃这个酸辣肥的话 我觉得可以自己因人而异 比如说可以放全包的那个调料 可以放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 或者你觉得口味淡了 你可以全放也行 我自己应该就会放一半或者放三分之一 所以我觉得就一个身材的管理肯定是坚持的 绝对不是说不是说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让你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就是说我也通过了几年的时间 让身材就是一个很好的管理 因为我们拍戏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 因为每天早上起来 你每天开锅的话 你让自己状态更好的一点的话 你就必须得保持自己的身材 而且不能乱吃很多东西 是的 在这个沙漠当中 诚情技术啊 啊 好喝 这是我发明的西红柿蔬菜 汤汤汤 在这边喝的就这样 牛羊肉实在太阳的过来 一大早喝汤 喝了之后就说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也是沙漠 我的沙漠是玉米配豆腐 这玉米配豆腐 连油盐都没有 连油盐都没有 在这也挺好吃的 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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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坏 早坏 你真开想我 这种掉落 这个不会长得胖 不会 别人战白痴 灵 尽然开始不现狂 你的存在 只要我 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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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真正的汗 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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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鸡胸肉 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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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怎么有羊 也没有酱 嗯 这是今天 冷汤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椰麦 巧克力 可可本 西红柿 苹果 真的要熬大夜 所以 不通 你的热 对 甚至 水 维生素 刚才是 都有 火 怎么 气质在 里的花 大 原杂 开始 吸 圣汤的 晚餐 你要吃这个就对了 我今天想吃垃圾是 华哥居然有了 哇塞 你知道吃到看这个幸福 有多美料 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 一大蒙古送来的美食 真小 这就是什么叫快乐吧 有的球 大大的小 这里面好多精彩哦 很多哦 看到没有 竟然开始被献狂 你的存在只欲望 很不错的 还否开吹一架 我也愿意做 你的天要是吃着 你怎么那么聪明 你怎么也就是看出来 我也看不出来 我愿意玩 你觉得有点东西 我就永远 你个人 大千万 你个人 你个人